新款手機主打拍照功能 內建有眼部及時對焦 所以不管我怎麼樣動 鏡頭都會鎖定在我的臉上 能清楚拍攝照片 人像在鏡頭前晃動 但還是能清楚對焦 Sony新機主打三鏡頭主相機 普通望遠廣角三種鏡頭 輕鬆變幻 按下快門自動對焦曝光 每秒能拍20張照片 要拍囉 3 2 1 FIFO新機同樣著重拍照 四顆鏡頭呈現側梯子排列 在同個角度拍一張 FIFO拍得色彩鮮豔貼近真實感 而Sony拍照和美肌功能 人物相較柔和 以夜景模式來說的話 FIFO清楚捕捉夜晚畫面 建築物清晰 還能拍到星空 手機的趨勢全部都是要 錄影要防手震 那要嘛拍照呢就是有功能取向 比如說我夜拍就是要達到最極致 然後甚至於呢 或者是如果你覺得你常常在拍照的 那我對焦要最快 三星新一代手機折疊也能拍照 光一支手機就有五顆鏡頭 封面螢幕跟內影螢幕 各有顆前置鏡頭 多鏡頭絕對是一個趨勢 你可以看到蘋果呢 今年是去年是三鏡頭 那今年呢它應該會三加一 就是多了一個AR鏡 至於即將發表的iPhone12 傳出蘋果可能引進新型相機硬體技術 達到防震效果 市場更預期 Pro機型將升級6400萬畫素主相機 手機拍攝功能不斷更新 要搶攻市場商機 三線網站陳友榮特別報導 市場坑 outta